在婚姻里总是有很多委屈该怎么办呢 委屈怎么产生的呢 你过生日 老公没想起来 你会委屈 你做了一顿好吃的老公说 晚上不回来吃了 你会委屈 和婆婆有矛盾 你老公呢 霍了一下悉你 你会委屈 你想和老公亲密一下 结果他说 哎好累啊 你也会委屈 为什么你会委屈 因为你有期待 你期待他给你过生日 期待他和你一起吃饭 夸你这顿饭真好吃 你期待他能站在你这边 向着你 你还期待他能主动和你亲密 而期待又是怎么来的 是在你的认知里 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他应该记得你的生日 应该回家吃饭 应该向着你 应该和你更亲密 但是这种应该是真的应该吗 其实不一定 是你认为的应该 而他认为不应该 所以解决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 和他同频 也就是说 告诉给他 你认为的应该 当然你不要说 你应该记得我的生日 你要说 我需要你记得我的生日 换一种说法 男人更能接受 因为对于男人来说 你需要他 就是在认可他的能力 是对他的一种信任 那第二个是 把应该思维 转化为交换思维 也就是说 当你觉得这件事情 他应该做的时候 再往下想一步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理解 夸奖认可信心 那你给他 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来交换他给你的应该 夫妻关系本质上 有时候也是那种价值交换 这不是做生意 这是成年人的处事规则 这种价值交换 这种价值交换